您好 欢迎收看8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宇慧 花莲县政府积极推动 友善育儿玩善儿哨福利政策计划 现场徐政卫在社会处长陈家傅的陪同之下 前往了吉安儿哨家庭福利馆来视察工程进度 也多次指示要注意安全和进度内容 力求建构舒适友善管设提供给民众使用 而预计在今年底可以完工 要打造友善育儿环境提升家庭关系的西湖城市 现在许中卫首先听取工程单位简报 工程完成进度之后 随后再视察每层楼的空间结构 并且提供相关建议以及决策 包括地板瓷砖的安全选材 设计以及图案的选择 采光的明亮度 后续空间运用配置等等 皆有工程单位仔细的讨论 确保管设硬体设施完善 也期许工程如期顺利完工 县长这一次到我们工地来 主要是做室内还有室外 这个闭砖闭砖的 还有油漆的选色确定 那第二个也非常关心 本工程的进度 那目前是进度到 议定进度的44% 那这个部分有稍微落后4% 那我们已经有责乘厂商 来做赶工 那虽然有受限于一些工班的问题 那县长也只是要赶快来做改进 希望能够赶上这个工程进度 以利服务乡亲 欢迎认识会出表 是吉安儿少馆为地下一层 第三五层楼建筑物 一楼规划为拖婴中心 一级收拖24名两个月到两岁的婴幼儿 二三楼为祖孙馆 提供0到6岁婴幼儿 以及家长拖婴的咨询 亲子教育亲子活动 四五楼为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提供青少年休闲活动的场馆 培养青少年的才艺 增进自信以及社会的参与 记者金鸿一 今天下期报道